好 牆台宣蘭諾在東部海面滯流打轉 而他的外圍環流已經影響到東部的宜蘭了 目前呢 巫石港的風雨逐漸的變大 現場的情況如何 連線給記者黃炳軒 陳建安 好 各位觀眾 記者現在所在位置 是在宜蘭的巫石港 馬上能夠掌握到現場的最新狀況 你可以看到其實現場的風呢 是相當的強 這個強風是一陣一陣的出來 有時候真的都快要站不住 而現場呢 也是有下雨 雨是忽大忽小 持續性的有雨 其實受到這個颱風的影響 比台灣從昨天晚上入夜開始 都已經有寫著的降雨 而且這個雨是持續的在下 另外看到海邊上的狀況 其實可以看到浪花是非常的明顯 這個浪高是來到了2.8米 大概是有一層樓這麼高 不過在剛剛呢 確實有靈性的民眾到海邊來關 那要聽說已經在颱風要來的時候 還是不要來海邊活動 以免會發生危險 而目前這個虛蘭諾颱風呢 它的移動速度還是相當的緩慢 不過它的路徑是已經慢慢的往北 還受移動 氣象警員預計會在今天早上的8點半的時候 來發布海上警報 至於說會不會發布陸警呢 因為其實這個虛蘭諾颱風 它的暴風圈大風力比較強 再加上它的路徑呢 是稍微往西偏 所以也不排除會發布陸警 它的暴風圈有可能會碰觸到東北角的陸地 那麼西洋專家也說了 到底會不會發布陸上警報 其實要看兩個變數 第一個就是虛蘭諾它北轉的路徑 是不是會偏移 還有它後續會不會在變大變胖來做決定 要提醒北台灣的觀眾朋友 現在因為受到虛蘭諾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所以風雨都有逐漸增強的趨勢 提醒您一定要做好相關的防台準備 以上是現場最新 建議先把時間盡頭招滿的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